這個問題要請教一下賴老師了 因為你看到這個照片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我們在講 現在你來我往 那如果說美國可以在南海 被形容為親門踏戶的話 那是不是大陸的船隻 也可以到美國專屬的經濟海域呢 說8月29號到30號 就有這麼一張照片 上面拍到的其實有四艘船艦 那這個船艦呢當然都有像驅逐艦 南昌艦等等 四個艦艇到的是哪裡啊 是阿拉斯加州阿留森群島 美國專屬的經濟海域 結果有美國的海防隊跟肩 有趣的是到了9月12號 說有美國國防部旗下一個網站 還發佈了這照片 但是不久之後又把它刪掉了 然後很多大陸網友 其實議論紛紛 好像沒有質疑他的這個照片的真假 甚至還覺得很High 您怎麼看 這是真的 只是說因為對美國人來講他很尷尬 就是說美國長期以來 因為美國一直不參加 也不承認聯合國的這個海洋法公約 他不承認 他不承認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一定要確定美國的軍艦 他愛怎麼走就怎麼走 因為沒有公約就沒有規則 那沒有規則 美國愛怎麼走就可以怎麼走 這就是美國他一直堅持的一件事 但是美國過去能夠這樣堅持 是因為在整個太平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艦隊 可以挑戰美國的艦隊 包括俄國的太平洋艦隊 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就在海森威嘛 但是俄國本身沒有強大的中繼的補給戰 跟強大的海上的補給船 所以對於俄國來講 他很難把他的艦隊開到美國的本土 就是美國的本島的周圍 所以幾十年來將近二次大戰以後 1949年一直到現在 美國在太平洋跟大西洋 他愛怎麼走就怎麼走 所以他就沒事就到我們家門口 去轉一轉 到我們台灣來也讓我們很生氣 在過去我們也很氣 我在軍隊服務的時候我們也很氣 因為雖然是友好 可是你來你要打個招呼 美國人是不打招呼的 他就說因為我不承認 你這個聯合國還要有公約 所以我愛怎麼走我就怎麼走 現在的情況已經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很明顯的開始反轉了 所以這個意義很大 由於美國不承認 所以別的國家也可以不用承認美國 你理解了 因此這幾艘戰艦是有意義的 055戰艦是最新的 萬噸級以上的 我們叫做海上巡防艦 也就是說它是100管 100多管這個垂直發射 這個垂直發射武器那是很 目前來講是非常強大功能 也就是說以往我保護一架航母 我可能要用兩艘導彈驅逐艦 但是055腳一艘就夠了 因為它的載彈量很大 它續航性很長 所以當055出來的時候 對美國人來講這個很難忍受 第二個052D 052D是新式的非常新的 機動性很快的打算驅逐艦 所以它一個是巡防艦 一個是驅逐艦 再加上補給艦 換言之也就是 它要在海上好幾個月 因為補給艦要把物資 油料水要送上去嘛 所以很明顯的它已經進入了 美國的經濟海域 但是這是美國自己拍出來的 美國拍了以後 美國後來放上去它覺得很怪 因為放上去的話 它不是一直強調航行自由嗎 對 那你可以到我家來 它也可以到我家來 那所以我如果我有意見 那就代表我原型不一啊 所以它又要拿掉 可是一拿掉以後 它又不舒服 因為明明就是你已經到我家門口了 那它又不舒服 可是它又不能去擋你 因為你也不要人家擋你嘛 是啊 所以我估計啊 我估計在沒有多久 可能中國大陸的航母戰鬥群 可能未來可能會在美國 剛開始 剛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在阿拉斯加 接著可能會在美國的這個西岸 例如說加州 加州外海 外海這個地方開始有一些出沒 或者是在加勒比海 在更遠的未來 很有可能就進入了紐約 華盛頓的外面 那這個情況就整個逆轉了 也就是說 美國獨霸海洋的四季 已經正式宣告結束 一個大的船隊要到你家去 尤其是隔這麼大的洋 要補給戰的 要不就是你的補給能力非常強 對 所以中國大陸一定會沿線的 建立補給戰 讓它有海軍的支撐點 這樣的情形它的船 就可以一直往前伸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不是問題啦 那個9月10號 日本海洋自衛隊 還在落爾島發現一艘 像西北航行的大陸潛艇 伴隨一艘導彈驅逐艦 感覺那個觸角都在延伸 那也就是說 而且那是故意的 也就是說大陸這一次 這個動作是很故意的 就是讓你日本人知道 因為日本在前段時間 介入台灣很深嘛 尤其日本的右翼的這些政客 他不是一直說要 跟台灣要打起來嗎 要跟台灣合作 共同來對抗大陸嗎 然後不是去越南拉 說你越南也要跟我們 一起來對抗大陸嗎 那大陸就在這個時候 它的潛艦進入了你日本的島嶼 而且事實上 那個是軍事的要塞 那也就是說我潛艦 可以在這地方出 而且故意讓你知道 因為它上面就是一艘船 下面一個潛艦 他就是故意讓日本人知道 所以一邊做給美國看 一邊也是做給日本看 但是另外呢 在東南亞國家當中 看到這個中國大陸呢 外長王毅出訪 那麼訪問東盟國家呢 也獲得了不少的支持 之前其實就看到 訪問柬埔寨又捐疫苗 又送體育館的 那麼當然拿下柬埔寨的支持嘛 繼續的中簡友好之外呢 現在的行程是在新加坡 而且今天也拜會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那麼他也表示說 歡迎中國對本區域的持續貢獻 也要繼續與中國一同努力建設 更和諧而和平的世界 那麼你看到在此之前 其實新加坡的外長呢 他也已經表態說 非常歡迎中國加入CPTPP 而且雙方也期待RCEP早日生效 哇 那現在呢 是不是可能會有一波骨牌效應出現 而東盟會因此跟美國說再見嗎 接下來會如何發想 介大師 我覺得東盟事實上 其實美國在越戰結束以後 事實上就已經忘記東盟了 他就是幾十年來 他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經營的 那一直在東盟角逐的最厲害的 其實都是亞洲的國家 日本跟韓國 近年來中國大陸 其實以前我們台灣在東盟影響 台灣過去也是主要的投資者 那我記得我以前 你看我很早以前我在曼谷服務過 我在那邊待過兩年 那個差不多幾十 搬走以前 那個梅南河上面那個油船 那個船一上去以後 我那時候看到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每個戴個帽子 這是廣東省 四川省 湖南的 已經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那個時候關係有那麼密切 那個時候我們台灣那時候說 我們一年有五十萬觀光客 到泰國來旅遊 那是我們跟泰國在談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籌碼 後來那時候泰國也講說 最近幾年大陸觀光客也很快 他也五十萬了 那最近再加上來這麼多年 大陸跟這個東南亞的關係 因為地緣的關係 政策的關係 那個真的是非常非常密切 那這個RCEP我們通常 我們以為是這個只是一個 其實RCEP是東盟主導的 這個整個談判的 最主要的關鍵是印尼 印尼在主導整個進度 那這個RCEP談下來 今年大概已經差不多 他要累積到一個部分的國家 他國內的國會批准以後 那就可以生效 預計是在今年底 希望能夠在今年 這個今年底 如果會成立的話 這個市場 自由經濟的市場 那可能是世界上 大概數一數二的 就是八國的國會批准就可以了 就生效了 批准他就同意他就生效了 另外一個新加坡這一次 王毅去新加坡等於送了大陸一個大禮 他是第一個明白表態 歡迎中國大陸加入CPTPP 你知道CPTPP對美國情何以堪 這是美國當時出來帶頭 要去對抗RCEP的 結果他們碰到一個川普總統 那個是一個蟒夫 他老兄就退出了 退出到現在也沒有回去 那中國大陸在講 你不猜我就加入CPTPP 不過CPTPP的話 他現在加入的方式 他要所有既有的會員國 全部談判結束 跟中國大陸談判 所以不會那麼快 可是呢 可是這個政治的意向 如果將來中國大陸 左腳他站在這個RCEP 右腳帶來CPTPP的話 那這個美國真的是 那就留在太平洋西岸 自己跟自己玩一玩就差不多了 因為秘魯跟智力都包括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我們看國際的大戰炸戰略的話 拜登去搞這些意識形態 那他美國自己本身也沒有什麼 搞民主高峰 你說民主高峰去了 這些領袖回去 帶不出什麼沒有什麼伴手禮啊 什麼都沒有啊 人家得不到的東西 我今天跟你中國大陸談一個 談一個什麼 談一個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我今天大工商賣到中國大陸 我就拿到優惠關稅啊 回去就跟自己的相關廠商 可以怎麼樣 一起開箱並慶祝啊 所以美國在那邊開那些party 浪費別人時間 那你還不如跟這個王毅這種啊 談一談啊 大家談出一個自由貿易協定 彼此你優惠我 我優惠你 回去以後 各國自己的 自己的這些這些商業界啊 都在那邊放鞭炮慶祝 你說這種玩下去 美國真的喔 真的是要回到他自己的北美洲去了 那你就看到中國大陸的力量 在全世界一步一步布局 然後一步一步很踏實的走出去 真的喔 而且說實在的 這個新加坡還有支持 說要趕快去加快磋商那個 南海行為準則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 都是跟中方是站在一塊的 然後又從這個經貿上面 其實跟新加坡也談出 好多具體的項目耶 什麼電子商務啦等等 實質的一些產業上面的一些合作 都非常的具體 好啦 那所以呢 那接下來 這個是不是真的 美國就要緊張了呢 好 等著看 來 我要先謝謝線上的古科家 他說你抖內了 非常謝謝您的支持 他說賴老師賴教授曾預言過 中國會有軍艦到美國本土周邊 對啊 他都記得了 然後給你按讚 然後抖內 謝謝您的支持 你看這一定忠實粉絲 講過什麼都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推 就是說大陸的 下一步就是到美國 先到阿拉斯加 然後接著到美國的本土 是啊 然後今天又有進展 是 有進展 接下來就是加州的西岸 對 如果中國的軍艦或是航母 在加州的西岸出現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游泳的時候 一看到這麼大的一個航母 在那個地方 因為12海里之外的話 還是可以看得到 你遊艇一出去 還是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 有航母靠近美國的本土 不是海外土 在加州海邊游泳會看到嗎 哇 好難想像喔 好 來來來 那我們看美國現在是不是 也是壓力很大呢 這個當官的 我們看看 來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撤軍阿富汗過程混亂 飽受批評 布林肯出席國會的聽證 要究責嘛 那但是你知道在這個會中 其實有名義代表 包括共和黨議員麥考爾就說 美國人不喜歡輸啊 尤其是給恐怖分子啊 但現在就發生這種事啊 眾議員費茲派垂克說 是不是願意公開表態 你要幫烏克蘭台灣抵抗中俄的侵略 要盡一切所能的捍衛他們呢 好 那布林肯也有回應 說川普的阿富汗撤軍是只有期限 沒有計劃呀 那當然也要信守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撤軍是個正確的決定 如果繼續留著只對中國有利啦 特別強調美國會履行對兩國的承諾 他的原文是兩國 兩國 來 趙欣 這個兩國 他這個插邊球 但是呢 重點就是說 他所謂的承諾 他沒有說一個具體的 他會幹嘛 他上次之前拜登在那邊講說 他會有反應 反應是什麼你知道嗎 起床了 吃飯了 這樣有沒有反應 有反應啊 但是他有沒有吃飯 他沒吃飯啊 他說我知道了 或者是說他為了要建構這個 他當地足以自己防衛的能量 我一直給你武器 但是我不一定會出兵 這也叫做反應啊 或者是我派外交官 在聯合國大會上講 哎呀台灣真可憐 烏克蘭太可憐啊 這個替淚俱下 這也是一種反應啊 但是一顆子彈都沒送過來啊 這也是一種反應啊 所以會有反應 當然會有 他不會呆落目擊說 台灣這樣怎麼辦 15秒 沒有反應 他不會這樣 他會有反應 但是反應是不是我們要的 是我們想像的那種 非常實際的支援 你不知道 尤其是烏克蘭 提到烏克蘭 不提別的還好 提烏克蘭就是一個 雪恬恬的例子 未來一開始的時候 又是什麼 橙色啊 什麼一大堆顏色的政變 政變來政變去 都從內部裡面進行顛覆 顛覆完之後 問題是你真的 讓這個俄羅斯生氣的時候 人家真的是 動真刀真槍的時候 你說美國在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也沒有扮演非常強勢的角色 也是眼睛真看的 那時候還發生的 這個莫名其妙的 這個飛彈打到 那個荷蘭航空的 這些事件有沒有 美國扮演什麼角色 沒有很積極的角色 所以他是怎麼樣 能幫你的時候 是這種用很迂迴的方式 在那邊塞容一下 可是真的 動真刀真槍的時候 你覺得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例子上面 跟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例子 美國是不是用 同樣的理性思維 我坦白講 你不能夠怪美國 這個叫rational choice 這是理性思維啊 就是我能夠幫你 但是我不能夠 把我自己的手腳斷了 不能傷筋動骨 受受皮肉傷 他可能願意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他所說的這個承諾 會信守承諾 可是這所謂 美國對台六項保證 也沒有什麼具體的 強制的效力 他都是一個非常 非常原則性的東西 是說我想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 但是過了這麼久 幾十年之後 當我遇到阻礙的時候 我要花多大的代價 去不惜一切達成我的承諾 我看是很難 去做評估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尤其在我們剛剛 不斷再拉回來強調 就是美中現在已經是 我們講說 爭而不鬥了 已經慢慢的在尋求 一個轉變的契機的時候 我那邊還在傻傻的說 哎呀太棒了 美國會支持我們的話 那你這個腦袋 就過於單純了 好另外請教一下介大使 因為一直在講 都在討論說 是不是對外 這個對美這個代表處 改名字啊 改名字呢 但問題是 不是說他們兩個去談改名字 這兩個官員啊 結果呢 吳釗燮跟顧力熊是 蒙特瑞會談 結果一看這個不就是 每年例行的一個 官方的對話管道嗎 之前我看到報導 還特別說 什麼特殊管道 這是拿來再做內宣的 是不是啊 那結果呢 如此一來 偏偏又正好有個席拜通話 你一方面呢 你又改名 恐怕這個時候 是不是變成了一個 一個所謂不可能的任務 那麼是不是 我們自己掌握的情報 不夠確實 還被質疑 難道情報失靈嗎 那但是呢 這拿來這樣內宣的話 那還是會啊 很糗耶 那顧力熊去 我不知道要去幹嘛 他還要帶個翻譯員 去跟他去 浪費國家公帑嘛 吳釗燮會幫他翻譯 吳釗燮大概做他的翻譯人員 我不知道誰聽誰的 不過就是說去的話 那麼 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中間蹊蹺很大 因為這個所謂 駐美代表處改名的 這個消息 是金融時報 獨家 等於洩漏出來的 而且講了一些內情 這種事情 基本上在交涉的時候 雙方都應該要嚴格保密 對 絕對嚴格保密 那現在洩出去了 到底誰洩的 美國卸的嗎 吳釗燮卸的嗎 還是日本卸的 因為金融時報是日本的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 這個各方一定有一方不爽 那這個卸出去 對誰比較有利呢 對蔡英文做大內宣很有利 那蔡英文如果說是 因為大內宣 如果說是把這個消息 卸出去的話 那我覺得他頭殼壞 因為他這個會 讓美方極為不滿 這種事情沒有到 沒有到一個程度 你去外面亂大嘴巴 亂去放消息 你不是讓拜登很難看嗎 是啊 你今天從拜登角度來看 他說你壞我大局啊 我現在要跟習近平 開始改善關係了 你看不下去 你是不是搞這個東西 讓我難看嘛 因為中國大陸也強烈反應啊 而且事實上還說這個問題 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 那本來如果說這件事 美國只是說 我們這私底下聊聊 對 什麼時候談得成 美國人決定啊 可能十年八年以後啊 可是你現在一下 把這個曝光以後 你看看美國人頭不頭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啊 如果說是 蔡英文政府做這種操弄的話 我覺得是拿石頭 照到自己腳了 是很不明智的做法 但很奇怪就是這個 稱之為亞洲沙皇 沙皇的這個Kirk Campbell 他還什麼 挺台灣駐美機構的更名 那麼呢有人就質疑說 難道是為了說 要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嗎 因為他也有可能 因為布林肯現在都被質疑 是不是應該被換掉 那他是不是想要去接替 所以才會在這個時候 這樣子的表態呢 賴老師 這想太多了 因為顧立雄跟吳釗燮說 我們沒有討論更名的問題 所以他們既然沒有討論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新聞 所以這個新聞就是假新聞 那金融時報的 那兩位記者 一個跟台灣的關係非常密 非常恨國民黨 非常愛民進黨的 那一位姓習的記者 那他是不是寫假新聞 我覺得這個要追究 也就是說金融時報 一個英國的一個日本老闆 因為他是屬於日本經濟新聞 擺下來的百分之一百的 的資本的日本的媒體的一個記者 寫了一個假新聞 為什麼因為顧立雄跟文釗燮說 我們沒有討論這議題啊 所以這是空洩來風 然後把坎布爾把它彈進來 那坎布爾覺得 我莫名其妙被扯到裡面來 所以坎布爾應該去告這個記者 說你製造這個假新聞 有一個暫時所說 好多的事情 我會看你 不是說什麼